哦 是你 居然在这里遇上你 今天运气可真不错 怎么样 你的冒险最近还顺利吗 找凯瑟琳小姐 是来接取委托的 还是来领取报酬的 你下一步 是不是又要准备 开始什么惊天动地的冒险了 我刚才是不是 一下子说的太多了 真是不好意思 突然见到 一直让我很佩服的你 稍微有些激动了 还有点紧张 当然了 神秘的异乡旅者 平息风龙之灾的勇士 还有冒险团的团长 这些名号 每一个都让我羡慕得不行呀 是啊 在冒险界早就传开了 以你作为团长的冒险团 活跃在整个大陆 看似每天在处理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委托 可一旦大事件发生 又总会看到你们的身影 总之 我可太羡慕你了 好像这个世界的主角一样 而我 只是个不起眼的倒霉蛋 就连我的冒险团也 没什么没什么 在佩服的人面前 我沮丧个什么劲啊 应该多多体会 多多学习才对 这么说来 我有个不情之请 你一会去冒险的时候 我可以在一旁看着吗 你可能不知道 我有一种特别特别倒霉的体质 如果我跟你一起冒险的话 我的坏运气 可能会把一切都搞砸的 我可不想连累你 所以 让我在一旁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做些别的 也对 能和你聊聊天就够了 冒险什么的 就先算了吧 那话说回来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我平时在冒险以外 也就只有照顾照顾冒险家老爹们 只在想不出 除了冒险 还能有什么事情做呀 好呀 感觉不管和你做什么 都一定会很有意义 不过 我倒霉的体质还在 所以可能不会是一趟 很开心的旅程 真的吗 居然会期待和我这样的人一起 你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 人又好 又能凝聚其他人 于是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不错的主意 像我这样的人 对野外 反而比对城里熟悉多了 尤其是蒙德附近 虽然比起 同在冒险家协会的菲谢尔 还是差了点 毕竟 他是情报部的嘛 对了 我记得一处绿地上 有很多蒲公英 很漂亮的 是个很有蒙德风味的地方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太好了 我还担心 会不合你的胃口 那我们出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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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上次看还不是这样的 这些蒲公英怎么都光秃秃的了 是刮了场大风吗 还是有什么奇怪的家伙来过 真是对不起 待你跑这么远 遇上了这样的事 真的吗 该不会是照顾我的心情 才这么说的吧 你人真好 既然如此 这里也没什么留下来的理由了 不如索性在附近逛逛吧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好 看到了吗 前面应该是魔物营地 还有好多宝箱 而且没有魔物看守 其实我还挺想舒展舒展筋骨的 这里的魔物都哪儿去了呢 奇怪 对我来说 这种好运气可真是太难得了 一定是你在身边的缘故 那么我们快去看看吧 这些宝箱里到底藏了什么好东西 这些宝箱怎么感觉都空空的 没什么好东西的样子 就这些吗 感觉白期待了 应该没有漏掉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收获这么多应该开心才对啊 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宝箱本来就是这样的吧 一般有些零零碎碎的摩拉 偶尔能有个卷心菜萝卜什么的 有钱拿 还有可以填饱肚子的食材 我就很满意了 你说的那种藏着武器 圣遗物或者什么其他宝贝的 不是应该超级超级稀有吗 我只在那些需要赌上性命去挑战的 险境里才见过 对吧 所以说别苛求那么多了 我们还是继续散散步吧 不然说不定过一会儿 这里的魔物就回来了 走吧 水 来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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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不错呀 风很舒服 感觉一下子心情好了很多呢 很长时间以来 我都是一个人冒险 有人陪伴的感觉 真是又开心又怀念呢 其实我也没那么孤单了 不冒险的时候 我还有老爹们陪着我的 对了 我是不是没和你讲过老爹们的事 他们曾经都是可厉害的冒险家了 有好多好多故事 当初也是他们从险境里 救下婴儿时候的我 并且一起把我抚养成人的 现在他们老了 很多都走不动路了 所以就轮到我来照顾他们了 有机会真想带你见见老爹们 你也一定会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的 没错 我的冒险知识大多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可厉害了 话说回来 你也带着风之翼吧 今天天气这么好 风速又这么合适 不如我们一起玩风之翼滑翔吧 不好意思 我也没想到会到这种程度 那 那看来只好放弃了 我们还是做些别的吧 班尼特 班尼特 原来你在这儿啊 哦 捷克 发生什么事了 你是来找我的吗 协会的那些老冒险家 风湿病又犯了 是今天太潮湿的缘故吗 你说老爹们呀 那可太糟了 可不能没有人照顾 是啊 平时都是你来照看他们的 老爹们都在念叨你的名字呢 好的 我这就回去 嗯 谢谢你 可是把你留在这儿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都在等着你呢 好的好的 那我就先走了 下次会请你吃东西的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给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